總統醫療團隊在接獲通報之後 立即對總統以及跟總統親密接觸工作的幕僚 進行快篩跟PCR的篩檢 所有人的快篩結果皆為陰性 那總統的部分則是快篩跟PCR都為陰性 那稍早賴副總統也已經進行了快篩 也是陰性 請國人朋友放心 那第三點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就是還原餐序的當天 當天餐序彼此間有設有隔板 那總統與確診的這位家人 間隔大約有三公尺的距離 但依照指揮中心的防疫規定 並考量國安的因素 總統將於官邸進行隔離 至接觸日的隔天 也就是4月5號起算 預計將隔離到4月14號 再進行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也因此總統所有的公開行程 從即刻起到4月14日都暫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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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